我们来介绍三角函数的积分的第五个单元 second三次方的积分 我们把这个second三次方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单元的目的 其实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进入这个题目好了 second三次方这个题目啊 它是一个常常在很多的考试之中 常常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题 那么它的解法是这样 我们的话呢second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是要把它拆开来变成second x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second的平方要把它移出去 这是什么目的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必须要知道这个部分 这是什么呢 这是d tangent 它是tangent的微分 那么 于是我们把它改造成 tangent的微分叫做second的平方 于是这个题目我们把它形成了一个叫做udv的形式 udv各位同学知道吗 分布积分法里面的公式udv等于uv 这两个相称之后呢 也就是second x tangent x 减调积分 vdu 所以这边是写的是 tangent x d second x 好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都还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但是second x的微分是什么呢 second的微分是 second x乘上tangent x 那么我们继续的话呢把它写下去 来等于多少呢 等于second x乘上tangent x 减调积分 这个的话呢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second乘上tangent 于是就变成的是tangent的话呢有两个就变成tangent的平方乘上second x dx 好各位同学的话呢到这边为止的话呢我们已经快要解决了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各位同学的话呢我们复习一下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三角函数的横等式这边各位同学这个六角形不要忘 sine cosine tangent cotangent second cotangent 中间是一个1 然后呢这六角形我们形成要注意的是平方和关系是这样的sine的平方加cosine的平方等于1的平方 tangent的平方加1的平方等于second的平方 我们就用这一个tangent的平方加1等于second的平方 那么于是我们这个题目的话呢继续改造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我们变成了second x tangent x 前面都不动 后面的话呢重点在这边 tangent的话呢是变成了second平方减1了 这边的话呢改造成second的平方减1 然后再乘上second的x 好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然后再往下做 second x乘上tangent x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准备拆开来咯 拆开来 减掉 积分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乘进去 这边要把它乘进去 乘进去 这边就变成second的三次方 x dx 然后这边是负负得正 加上积分 这边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second x dx 好 好 我们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边了 做到这边以后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解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题目 各位同学请看 这是题目 题目是三次方的 会等于这个减掉题目 这就又回到题目了 再加上second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第四个单元 三角函数的积分的那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用barrel的方法解决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叫做对折的观念 把它叠合在一起 怎么说呢 这个等于后面的部分 于是的话呢 我们把它移向过去 负号移过去 就会变成了两倍的题目 来我们写下去了 两倍的题目 这是second三次方的积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答案 second x 乘上tangent x 再加上 这是什么 这个前面才用到的 叫做nature log second x 加上tangent x 那么各位同学想想看 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是两倍的题目 我们两边同乘二分之一 就可以得到了我们最后的答案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个叫做对折的观念 我们把它叠合在一起 题目等于算是减掉题目 加上另外一个算式的话 我们可以用对折的方式 然后把它反推回来 这是我们要介绍 最重要的一个技巧